現在這個性騷擾案 真的已經是竹煩不及備戰 今天本來是daylight 今天要把台北市的勞動局影響 你要把這個資料給我交過來 可是以前民進黨說 我今天不能交出去 為什麼交不出去 太多了 對 沒錯 事實上根據 民進黨性騷擾案 多到今天交不出去 而且有很多我們還不知道的案件 可能民進黨內部也要處理嘛 事實上今天是daylight 那勞動局就說今天要交啊 結果沒想到民進黨騷擾就表示說 還要時間處理報告 那今天也交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真的案件是多得相當 我們可能都超乎我們大家的預期啊 而且剛才講到 現在這個案子已經是全面開發 當然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你也不用笑 現在國民黨跟民進黨也開始 對 之後就爆開來了 可是民進黨這個範圍也太廣了吧 沒錯 上重執政到了一個輝哥拍影片的 人無 對 事實上看到很多過去小英之友 有很多前黨工的這個指控 你就覺得說 怎麼民進黨是這個樣子啊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現在一個小英之友的這個 他就直接講 他是前黨工 小英之友會的前党 對 他說他被誰騷擾呢 他說目前為止是這個 這個總統府的這個資政 好 那總統府的資政來說 他跟他騷擾了什麼東西呢 他說在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說 這個資政跟他講 因為資政疑似可能跟他有意思 跟他有一搭沒一搭在那邊講話 他說 你跟你這個男朋友的同居啊 他說你這樣子是倒貼啦 你男朋友有沒有給你這個賠稅費啦 這樣 你直接跟他講 連結豆腸 對啊 那我覺得女生聽到這個話 我覺得真的是相當相當不好 結果沒想到 這個總統府的資政又講了一次 講一次他就說那受不了 他終於受不了 他說那你給你老婆多少錢啊 他才閉嘴啊 那好 那你也想說 那只是嘴巴上這樣子講話 那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施政 他說有 什麼施政呢 他說他有時候會摸他大腿 摸他大腿 他說有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就把他叫到旁邊來做 阿公我不會說事情啦 老手就開始這樣 他說摸大腿 還摸到他的膝蓋處 我覺得這個其實呢 他就 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已經 預約了所謂的什麼規矩 我覺得這真的是不妥 而且這個資政講說 我都可以當你阿公了 這樣子沒什麼 可是他心裡想說 你當阿公可以隨便把腿 手放大 那個孫女的大腿嗎 這個真的完全是 不合一的這個比喻方式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說有一次他忘記講了什麼事 然後他就說 他就一講完就說 他要轉身要回到位置上面 沒想到他就用輕挑的表情 就拍著他屁股一下 抱姐我覺得這個都完全是 不能夠這樣做的事情 就這幾件事情 真的讓這個所謂 小英之友的這個員工 真的完全不能夠接受的一個狀況 不是而且你是小英之友會 你等於說你講的你是代表的 所謂的進步思想 結果他說他去參加一個同志大遊行 參加同志大遊行之後 這個資政就要把他叫去 他說不要去那些傷風敗俗的活動 不要跟同性戀一起混 他還講女人還是要結婚 生子才是緣 所以小英之友會來說應該很贊成 我們蔡英文總統主張的姓平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他說他去參加這個 他去參加車掌 他在通志大遊行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他還負責炒氣氛 他說他還穿著 相當的清涼的這個狀況 很多人跟他合照 結果沒想到回來之後 這個郭策君就把他照來 說說 利友你不要去那些什麼 傷風敗俗的這個活動 不要跟同性戀一起混 他說什麼 女人還是要結婚才是 生子才是完滿 所以搞得老半天 怎麼好像 你不是要主張姓平嗎 那怎麼好像這個小英之友會 裡面的人 也不是很贊同這樣一個狀況 不是 我覺得我更不要的是 照一講 你是總統府執政 那你總統府怎麼只要處理 要表示吧 總統府才沒有 我們沒有掉到權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總統府居然把這件事 一推二五六 什麼都不敢碰 總統府執政 這件事有沒有 一開始 為什麼碰到輝哥不敢碰 搞了半天這個輝哥很有用 輝哥 蔡英文總統 還幫他拍影片 祝賀 跟蔡英文關係很好 這個也一樣 這個執政 碰到他 也不敢碰了 對 目前為止來說 這可能 你不是進步思想嗎 可能很多人真的是大咖到你 沒辦法碰了一個狀況 另外下一個案子 我也聽到沒什麼 就是 現在國民黨指控民進黨說 我有一個姓平的法案 也就是現在公務人員 公務機關 你現在有這種性騷擾的事件 我要妥善的處理 怎麼民進黨全部否決 那民進黨全部否決之後 竟然講是國民黨超民進黨的案子 但民進黨現在被質疑 全部都在說謊 民進黨那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謝老欣的案子 那時候是被週刊報 秘書像選妃一樣 就原委會的前主委 對 然後又要選長髮的 然後還把女秘書帶到咖啡廳去上課 什麼什麼之類 情節就很噁心嘛 那時候民進黨就是不處理 不處理之後 到了選書之後 11月被報到選書之後 1月謝老欣才下台 那個情節大家回頭去找 看那個情節說多噁心 所以他怎麼想 他說他挑秘書像是在選妃 原能會找是公開的秘密 而且在和音鎖電梯碰到年輕漂亮的妹妹 就會直接問說要不要當他的秘書 然後他用選妃的方式 換了兩個秘書 兩個都是30歲左右的長髮正妹 而且跟他講 他還會講說 你好像少女 有些話我們就不能再講去 真是太噁心了 他說你身為機關首長 講這種話真的非常不得體 就是真的這麼噁心嘛 然後你看民進黨當時就沒處理嘛 然後范雲現在講說什麼 他當時當然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譴責這些東西 當然因為那個情節很離譜 那他現在講說民進黨否決 是因為國民黨抄 人家那個月的4號 那個提案就已經結案了 11月4號 1月4號 對不起 那個1月4號你那個提案 立法院就截止收案了 你這邊1月10號行政院做一個財事 說國民黨抄你的 這知道你怎麼抄 再一個 我們都是 你說1月4號以前的案子 去抄一個1月10號的財事 這是誰講的 范雲講的 范雲講的嘛 而且回過頭來講 我們都知道 在立法院來講 執政黨一定是護航行政院的 對不對 你如果是說他抄你的案子 所以行政院本來想護航原子 不是 如果說你真的按照范雲講的說 是行政院要這樣做 你民進黨怎麼表決會表反對 對不對 你表決通通不表反對 把人家封殺 再回頭去講說人家抄你的案子 人家抄你的案子 你還去把他封殺 這個邏輯到底怎麼發生 我就看不懂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 范雲就是說 今天民進黨的狀況 是因為你反差大嘛 就是說大家都有 對不對 今天藍綠都有 包括什麼導演 什麼藝文界都有 但你就反差大 你一天這樣姓名姓名叫了半天 然後你今天結果做這個事情 結果你現在要去把它抹成 抹成大家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效果嗎 因為人家不像你這樣喊嘛 不是 你是從執政 然後你今天包括了你的所謂的 這個拍影片的人 而且你在內部都有反應 你在內部有反應的時候 你全部都被壓掉 只要這個人可以上達天廳 他幹什麼賴事都被人該管 我覺得民進黨這幾年的狀況 就一直都這樣 因為蔡英文執政上來就是這樣 就是說 他標舉了一個高高的台灣價值 在那個地方 所以所有東西都要under台灣價值 所有東西under這個都要被犧牲 所以你今天來講 只要有關係 就變成沒關係 你看他 你看他那個 那個許家田 這麼一個關注女權的人 為什麼在那個地方會轉彎 對不對 你看民進黨 發言人第一天的記者會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說一邊是同志 一邊是廠商 我們當然在同志這一邊 這個講法很奇怪 一般都講 我們一定在受害者這一邊 他在跟你講是親疏遠近 你才是親的 他才是遠的 那很顯然就是 當事人的關係比你好嘛 所以你當初會犧牲 事後證明 導演的結婚禮 蔡英文去了 蔡英文幫他拍片 幫他講 然後最妙的是 公視這樣一個單位 居然把蔡英文 在這個事發之後 把蔡英文那個 幫那個導演拍的影片下架 公視下架 對啊 你所有東西最後告訴他 都是權利嘛 就是這些東西 這個被下架了 已經下架了 早就下架了 當天就下架了 你所有東西都是因為 under這個權利 只要你只要違背這個權利 違背這個關係 就是違背台灣價值那怎麼辦 好所以董事長 剛才講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太可笑了 今天你本來要去跟勞動部報告 你所謂的性騷擾所有的過程 結果沒有辦法報告 為什麼沒有辦法報告 案子太多了 案子太多是當然 因為現在整個像火山爆發一樣 通通跑出來了 因為很多是七八年前 很多都過了所謂的追溯的期限 法律上我看是沒有什麼救濟的措施 但這件事情會給我們社會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在七八年前 美國的MeToo開始發展成一個運動化的時候 也是一兩件事情開始點火點火 搞得全美國嘩然 結果就創造一個新的一個運動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整個事情 台灣的整個不良的風氣徹底做一個改革 但現在非常遺憾的 我看到了蔡英文總統的態度 他立刻跟你講說 我沒有調查權 這個反正就是黨部在調查 所以這個執政我沒辦法 黨部 全部推給黨部 所以這個整個事 可是他可以拔掉這個執政的拆頭啊 對 他是推給黨部 他反正現在就是事情 一推二五六跟他沒關係啦 但是我現在提起說 蔡英文這就在你的人生當中 在台灣留下一個非常卑劣而骯髒的紀錄 那另外一個苦主是誰 就是賴清的 那一日已經道歉三次了 我相信還是第四次還是第五次 你這道歉有什麼用 然後講了一堆什麼要建議 什麼電話啦 什麼申訴電話 結果網友怎麼講你知道吧 我現在打電話給誰啊 還是你家人 還是你們一票的嘛 我打電話去控訴的對象 是你們的自己人 然後我認為說今天最糟糕的就是說 民進黨完全沒有反省的能力 完全沒有徹底要改變 還有兩個主題 你看啊 他那個姓平部主任怎麼講 請大家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哪有這種的 給我一個機會 對 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另外還有人講大局為重 什麼叫大局 你再繼續再犯難 繼續再把這個事情犯難下去 繼續做壞 繼續做爛嗎 怎麼會有這種爛到總統府的執政 國策顧問 好 候選 當然現在 國民黨也被揪出來了 現在嘛 傅昆奇被點名 當然在2014年一個參會的時候 然後呢 對人家開始毛手毛手 還要抱人家頭去清他 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當國民黨去指責民進黨的時候 國民黨敢處理傅昆奇嗎 我覺得國民黨最近兩件事 他扯到兩個嘛 一個曾博文嘛 一個是傅昆奇嘛 那曾博文當然是國民黨的過客 基本上他是短暫的 現在國民黨內 因為他又跨到什麼 他算有點進步掛 所以他不是國民黨人 國民黨碰到他的時候說 碰到他說 這個我們現在沒有合作關係 如果需要我們就寫這種新品 碰到傅昆奇講說 傅昆奇發生的時候 他不是黨員 他如果需要我們來處理 你一個說當時 現在不是一個說當時不是結果 通通都不是 你在搞什麼鬼 傅昆奇的狀況其實在 其實媒體圈都有風評啦 講一實在話 所以那時候不是 你說什麼 他就是媒體圈就是有風評啊 對不對 因為一般就是 有些 你看我們一般這種都是全市 富的狀況就是 第一時間不是黃耀明就講說 他是慣犯嘛 因為其實就 他還有在立法院碰過 我是不好意思講 那個同業的親人是 是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去騷擾到人家 最後人家打掉去抗議嘛 這個又不是第一件 那董成瑜當然董成瑜是因為 他是大記者嘛 那時候 2014的時候就已經是 一週刊的副總編輯啊 對 連這種 你知道我們記者做久了 女記者做久了其實也很看啦 講一實在話 你不要開玩笑 他連這種東西他都敢 都敢去碰 然後去抱住人家額頭去親 對 這種事情其實就是很敢死嘛 講白了是 那第一時間當然我覺得 好龍兵很鬧啦 講說我沒有什麼 確切的記憶 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個狀況 現場人很多嘛 對不對 你好龍兵可以講說 我現場有聽到 我沒有看到 因為真的有可能 你當下沒有看到 但是可以講說現場有 有聽到爭執聲音 你說好龍兵很鬧 不敢 你當然是講說我現場 可能我沒有看到 但是現場有爭執的聲音 我的確有這個印象嘛 那事實怎樣我不清楚 你這樣講是不是就過得去 因為董成瑜已經 已經點了名的說 你可以做證人嘛 理論上來講 你要這樣講才對啊 因為現場那麼多人 那國民黨的狀況也很簡單嘛 現場這麼多人 你要去問一天你就問完了啊 對不對 當然你或許可以講說 都是你董成瑜自己人 我沒有辦法做懲處 但是你說你要搞不清楚狀況 混水摸魚一天 當然要講最高標準 那就沒有意思嘛 而且我會過來講 你今天來講 我講一句話 這個東西法律上很難處理 因為董成瑜第一個 也沒有提告 第二個就是說性騷這件事情 把來證明就 法律上面要成案 那國民黨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你最起碼 因為你該拔的東西要拔一拔嘛 對不對 拔什麼 不讓他選立委 我覺得因為那個會有黨章 黨章的問題 如果高博文可以做到那樣 當然很厲害嘛 那最起碼是說 欸 開同舟計畫的人 總共要出來面對吧 誰把他開大門引進來 過去這幾年 過去這幾年他幾乎無意不予 幫朱宜倫選上黨主席 對不對 選撤會的事情也是他 郭台銘這麼多的事情也是他 對不對 國民黨最近哪一件事情 都跟他有關 他們一直被他點是國民黨的操盤手 那國民黨要怎麼去遠離這個人 回過頭來講 你今天來講 你侯友宜 雖然叫黨中央要處理 那問題是 你侯友宜 你自己要去盯這個事情啊 這明明就是你可以撿到槍的時候 民黨出一大堆亂指 你如果說你可以把國民黨 避絕封清 你是不是撿到槍 好 所以董事長 現在這個怎麼辦 今天大水通好羅馬 才燒到自己人了 國民黨有這個很正常 我覺得各政黨都會有 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個是一個 單一政黨的事件 只是說在文化方面 或風氣而言的話 民進黨比較嚴重 因為有沒有嚴重的原因就是說 民進黨內部的整個文化 它有一點那種所謂的大閩南沙文主義 非常強烈 可是在國民黨內部來講的話 它因為它是一些 比較外省的權貴所組成的 他們的知識 吃相比較好看一點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等一下 傅崑奇在這幾年 真的是在國民黨內無意不語嗎 傅崑奇當然是 現在目前是 國民黨內的權力人物 權力人物 當然了 他這一次你看他非常清楚的 就是他對這個侯友宜 他們的對峙的處理的過程當中 那當然傅崑奇是很有力量的 傅崑奇在所有的國民黨內的地方派系 整個整合的話 非常有力量 他這一條線 一直從朱立倫選黨主席到現在為止 他是屬於實質派領袖 而且如果國民黨 而且他不是光貴一個 他是可以結合國民黨地方派系的 對 而且他是花蓮王 花蓮穩當選 你說這個當然我非常支持 也非常支持這個資深媒體人 而且他的說法等等 我都傾向於相信他 但是在這個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傅崑奇委員當選 完全不會 他花蓮照樣會當選 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本來就有點 那國民黨還有什麼臉去罵別人呢 不是 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這兩個不同的事情 因為第一個 所以目前最強度的指責的人是誰 是侯友宜最高強度指責 有更強 要徹查這個事情 所以又讓人家陷入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 是不是有政治的權力鬥爭的 這個想像空間又跑出來 但是整個事情來講的話 我認為往正面上去看的話 我非常支持每一個 每一位這個時候 站出來提出這個呼籲 或是指證 當年所受到委屈的每一位旅婿 因為要更勇敢 要更多人出來 才會能夠改變台灣這個 惡劣的風情